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你们的老师Steven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往下学习关于MemoryCatch的一些知识点 那在上一节课里面呢,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MemoryCatch在Windows的环境下和在这个Linux的环境下的一些安装 我相信大家在那个课后已经进行了详细的一个练习或者操作 那这节课呢,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一下MemoryCatch的一个一条命令 比较重要的一个命令,ADD,这个添加缓存的这么一个命令 那希望呢,就是通过讲解这个命令的用法呢 在接下来学习其他的一些命令的时候 我相信呢,同学们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好,那还是废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往下看 首先呢,这个环境呢,希望同学们呢,事先都要准备好 这个是那个Linux的一个讯息 我这边采用的是用这个CRT啊,这是我比较喜欢采用的一个SSH的一个工具 啊,已经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emoryCatch的服务是否启动 啊,咱们上节课是用这个11211 啊,之前我起了一个11211 这是咱们上节课装的一个11211的一个MemoryCatch的一个 这个一个东西啊,我们现在开始连上去 我们现在开始连上去 LocalHouse LocalHouse的打错了 11211111212嘛 好,算命现在已经连接上来了 这是它的一些MemoryCatch的一些状态 好,那接下来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ADD 这个增加的这个命令的一些最详细的一些用法 呃,它的这个命令的格式是这样的 ADD,然后面有 1,2,3,4,4个参数 第一个是K 就是它的这个 呃,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数据库是一个KValue的一个数据库嘛 所以必须有一个K 然后有它一个Flag 呃,它的这个ExpireTime Bytes 然后换行 要加了一些数据 那这几个参数的详细意思是什么呢 K 就是给这个值呢 要起一个固定的一个名字 那为什么要起一个 那为什么叫叫一个K呢 那我相信呢 那个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学 或者说学习过计算机数据结构的同学呢 会知道计算机里边有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结构 叫做哈希 哈希 这是数据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结构 哈希 而这个KValue呢 就是通过这个哈希来存进去的 就是它在这个 这个哈希有一个 呃,自己的一个 读到一个函数 通过这个K 你计算 出某一个固定的值 然后将Value 存到这个 在内存中存到这个 呃,可以计算出的这个 呃,这个值 特定的固定的值的里边 然后当我们再去取的时候 GET取的时候 通过这个K 那我们就能很快的在内存中找到我们当时存的这个K 所对应的这个Value的这个值 啊 所以呢 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在课后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哈希 这个数据结构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用法 这个Flag呢 是比较麻烦 是一个标志啊 不是一个转错 这个咱们稍后 待会再说 呃,这个Xperl 就是它的有效期 它英文的含义就是有效期 就是过期的时间嘛 Lens就是添加这个缓存的长度 嗯,好 我们先来先演示一下 如果现在增加一个ADD 啊 然后叫做 嗯 Vive吧 然后它的过期呃,它的标志 我不知道假设是零 这是一个整数嘛 先给它一个零 然后10秒的过期时间 然后是5个D5,5个D5个长度 Mine 好,这就增加进去了 然后好,我们手快点 GET一下 好,有 再GET一下 好,已经没有了 因为为啥呢 因为已经过了10秒的这个过期的时间 好,这是一个呃 比较直观上的一些感受 我们再来试一下 呃,比如说5秒 还是5 Mine 好,已经进去了 好,手快点 好,有 现在硬带没有了 好,这就是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flag 呃 呃,大家都知道这个memor cache呢 就是基于这个简单的文本协议 传输的东西 那传输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为 字符串来存储 呃,它的这个支持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比较简单 支持的这个 变量的类型比较简单 就只能支持这个字符串 不像人家redis啊 mongodd啊 呃,支持的比较多 呃,尤其是redis 呃,所以呢 我们考虑到考虑这样一种情况 呃,如果说我网里边想存一个 数组 AI,或者说是存一个对象 object 那我们怎么存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怎么去存 这个数组 或者说是这个object 那可能有经验的同学 或者说是有工作经验的同学呢 可能会想到 呃,我可以这样 他可以将这个 不管是这个array 或者说是这个object 我来进行 对它进行 序列化 比如说用json encode 就是php的一个函数 jsonencode 或者说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我给它转成 不管是array 还是object 我给它改 转成一个 呃,json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把这个字符串 啊,存进去 存到这个manmancash里边 那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 我给你的是一个array 或者说是一个object 那怎么来区分 啊,这个我,我将来要取的时候 我怎么来区分 我当时存的是一个zutra呢 还是说是一个array 或者说是一个object呢 所以呢 这个就是flag的,flag的一个意义 好,呃,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flag的一个意义 大概的一个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xpare xpare,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这个有效期 我们设置缓存的有效期呢 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设置它的秒数 就是我刚刚的这种设置方法 从当前的秒 从当前的这个时间算起 然后1n秒后失效 就刚刚比如说 我刚刚添加了一个add 一个web 失效的时间是10秒 那就是从当前时间开始算 过10秒钟以后 你再去get这个web的时候 它是没有的 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mite 我get一下 可能没有的 get 已经失效了 因为咱们刚刚那个手慢了 没有了 好,我们来再试一下 get wite 10 5 好 get get 一个 因为这个数据不够嘛 我们再来试一下 get 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用一个相对的时间的一个概念来去做一个失效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用时间错的方式 就是我指定 比如说我现在就想指定明天 明天的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失效 它的这个东西会失效 这样的这种场景呢主要用在这个 比如说大家经常会遇到的 比如说 抢购 比如说小米小米官网要抢购一个手机 啊,这样的话我希望它是明天的这个时候这个缓存进行失效 那,呃,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把那个秒算算出来好大一场算数字 然后在这里边写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unix的一个时间戳 啊,unix的一个时间戳 这个是当前unix的一个时间戳 比如说我拿这个当前unix的时间戳 比如说20秒以后让它进行让它失效 啊,我们来试一下 add 比如说 还是这个k吧 对吧 然后0 然后它的那个时间 当前的时间戳 啊,当前的时间戳是 当前的时间戳假设是这个 那我让它在上面增加 增加50秒吧 99 好吧 让它在99秒内的话 进行失效 这个lens长度也是10也是5 好,开始存 来 开始get 它是有的 再开 有的 好,我们来等一下 等它这个时间变到这个99的时候 它就会这个自动的进行自动的失效 啊,我们来盖一下 啊,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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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误造等一下 再等10秒钟得的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设置的有点长 啊,这个就是 咱们这个外部的 呃,不是 这个add xpire 这个自动存在的意思 好 看一下 有的 看一下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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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还有一种 就是将它的这个xpiretime 视之为0 视之为0的意思呢 就是 呃,不自动失效 有的人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永久 永久不会失效的 永久数据 就是设置为0 它就是一个数据永久 永久有效 那这种词理解是错误的 呃,咱们说一种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 你的这个memory cache挂了呢 你挂了 然后重启memory cache 你是不是这里边的数据就都不存在了呢 是不是 呃,所以呢 我给大家呃,更改一下这种偏见 呃,我们在这个编译memory cache的时候呢 指定了一个最长的这个长量 默认呢 它的这个时间是30天 默认它的时间是30天 所以呢 那即使你设置为0 30天以后呢 它这个数据也会失效 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可能我等不到这个30天 就会被新的数据挤出去 就会被新的数据挤出去 这个这个就是呃 老数据被踢的这么一个现象 这就是老数据被踢的一个现象 就是呃,永久数据被踢 就是被新的数据踢 踢出去 呃,再来看一下 嗯,可能就是等不到30天就会被新数据 就是,这是刚刚咱讲的这个XR为零的,为零的时候 嗯 啊,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外部和那个外部冲突了吗 没有我给大家换一个FM 好,这个Math就已经存存进去了 那这里边呢 咱们这个XPair它的过期时间呢 咱们设置为这个0 啊,也就是当大家讲的30天以后 它就会自动失效 呃,那如果不失效的话 它也会被新的数据给挤掉 那这个就是咱们在下 在后面的课程中吧 给大家讲的这个永久数据 老数据被踢的 呃,永久数据被踢的这个现象 好,那这节课呢 就是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 呃,ADB的一个一个用法 嗯,主要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些参数的意义 ADB后面跟的这些参数的意义 嗯,还是呢 这个客户呢,还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多加的练习啊 希望同学们,嗯,谢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啊,然后咱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同学们,再见 感谢同学们,再见 感谢同学们,再见